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所以称为装饰音就是它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那装饰音的效果呢相当于一个美丽的女孩所佩戴的头饰 主要起到点缀的作用 这一点是我们对装饰音的主要理解 另外由于装饰音的加入将会直接改变音乐的形象 这是对装饰音更深的理解 这种理解在于对有装饰音和没有装饰音的对比弹奏中来理解出来的 因此呢 装饰音的设计也是创造音乐形象的一部分 对于美化旋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既然被称作为装饰音 那么它只是起到点缀和装饰的作用 不能宣宾夺主 就像头饰 戴在头上很好看 但是你戴着满脑袋全是头饰的话 那就不好看了 所以说 加入装饰音也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那么它的具体方法呢 是这样的 我给它归类为 一个装饰音 两个装饰音和三个装饰音 比如说 我要弹奏的旋律当中 还有咪这个音 那么我 可以加一个装饰音 用Re来装饰咪 我用神迹这首歌来举例子 这首歌是这么弹的 Do Re Mi 这么弹的 现在我加一个装饰音 它就变成了这样的效果 这是加一个装饰音 那要是想加两个装饰音呢 怎么办 那我还是以神迹这首歌为例子 我们来看 我选择了往东上加装饰音 加一个装饰音是这样的 加两个装饰音呢 是这么加 那要是加三个装饰音呢 我还是以这首歌为例子 旋律是这样的吗 我还往都上加 我加一个人比人 再弹到都上 人比人三个音 一个装饰音 一个装饰音 两个装饰音 三个装饰音都可以加 那现在已经知道要加几个音 但是想加到什么地方 加的是什么音 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原则就是顺手和就近的原则 比如说你看我弹 三个手指都在这个上 那我就很顺手的这样去加 主要就是就近 主要就是顺手 就可以了 要是从下往上弹呢 因为顺手 所以流畅 所以自然 像这样 都是就近的 这样都可以的 就是你顺手就近的去加它 加的尽量和谐一点 我加的东西拉 就没有那个 拉爪拉好听 东西拉里还有一个锡 加入锡以后 歌曲的味道改变点太大了 所以装饰音 你至于怎么去加 加多少呢 还要靠你自己去理解 自己可以自由的去发挥了 那我们今天 学习的练习曲呢 是 主我要问一问你 在这首歌当中呢 我们将使用到一个装饰音 两个装饰音 和三个装饰音 那我在这里讲解一下 这首歌曲 第一句 因为旋律是在 me soul之间来回弹 那我就用me来给 so加装饰音 这是加一个装饰音 第二句 这个地方 加的是 这首歌的加三音的地方呢 有些特殊 使用的是五声音机的装饰方法 就是 我加的是 这三个音 一二三加到他 在谱子上呢 我也给大家列出的练习 加到的时候的五声音机 是这三个音 加red的时候呢 是这三个音 加me的呢 so la 这些呢 在教材上都有写 大家没事就这样经常练习 尽量这样练习 把三个音的装饰音练好 啊 接下来呢 我为大家做这首歌的示范弹奏 你遇见主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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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